日前,多家媒体传出了黄马将要翻新球场的新闻,而据知名,西班牙足球记者爱德华多应当在一档足球栏目中爆料,黄马将会获得你一欧元的代开,而这笔款项大部分,将会用于翻新佛纳乌,其中剩余的资金将用来赞明。 银下引进姆巴佩或者内玛尔这样的顶级巨星,该记者表示,黄马几乎已经通过了借款方的评说,银河战舰即将获得你一欧元,而除了翻新球场外,其余的资金将用于引人,而银下黄马的两大目标将是内玛尔和姆巴佩,因此博纳乌的翻新不但不会对黄马的运营造成影响,反而将会支持黄马杂重金引员。 另一方面,根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的最新消息,黄马的首选已经不是内玛尔,而是姆巴佩,并且弗洛伦蒂洛甚至对姆巴佩承诺。 只要齐加盟黄马,那么将立即接过莫德里奇的十号球衣,值得一提的是,上个赛季就有类似的传闻,但最终球员加盟了巴黎,而如今C罗离开后,如果本赛季黄马的成绩不尽如人意,黄马势必会在重金引进抢员,而翻新球场显然不会对银河战舰,有任何不利的影响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